巫统法庭帮的两大主角 巫统主席阿穆扎西和前首相纳吉的贪污案件 整个审讯的过程可以说是一波三折 相信大家三不五时也会听到 纳吉有中央会议要开 或者是扎西要出国治病 给出种种理由 让案件的审讯一拖再拖 那原本他们俩呢 今天是要出席高庭审讯的 不过双方的代表律师却因为生病而缺席 那原定今天中午要在高庭审理 纳吉被控滥权指示篡改伊马公司审计报告的案件 但是他的代表律师沙菲伊的声带发言了 没有办法如期开审 所以案件将会在8月12号续审 而至于巫统主席阿穆扎西的健康思维基金会案件 则是因为他的其中一名代表律师哈密迪泄肚子了 而律师的黎明同事也有喉咙痛 所以阿穆扎西的代表律师郑保德 就向法庭申请明早再续审案件 不过在另外一项申请当中 阿穆扎西则是吃了法官的闭门羹 我们来看一组国内快报 梧桐主席阿穆扎西要求暂缓 他在被控47项罪名的审讯中 被控方盘问的申请 然而高庭法官今天指出 控方继续盘问并不会对阿穆扎西造成不利 并以申请人的申请没有达到标准文由 驳回阿穆扎西的要求 麻破国会议员赛莎迪被控挪用政党资金案 今天续审 一名控方证人在庭上接受赛莎迪辩护律师 戈冰心的提问时承认 自己是担心反弹会可能会以另一宗案件提控他 所以才会同意出庭指证赛莎迪 教育部长莫哈莫拉兹今天出席活动时 不否认有教师为了达到关键绩效指标KPI 而在学生掌握能力的评估报告中作弊 然而他也补充 教师有权利根据自身判断来评估学生的表现 因此有关教师在报告中作弊的言论 也是相对主观的看法 大马个人资料保护局在面子书贴文表示 民众的个人资料外泄有可能是自己粗心大意所导致的 为了避免个人资料被有心人士盗用 当局建议民众可以将含有自己姓名 电话号码和地址的信件撕碎之后 再丢进不同的垃圾桶以减低个资外泄的风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